先是由楚国斩短到赵国,而秦王得知消息垂涎三尺,兵临赵国都城之下,提出愿以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,这便是价值连城典故的由来。 赵国弱小,但和氏璧依是国家的象征岂可交换,于是令相卢勇敢地持璧赴秦,最终又完好无损地持璧回国,这便是流传至今派制人口的完毕归赵的事实。 然而六十年后,秦灭六国,和氏璧终为秦始皇所得,圆了秦氏祖辈几代帝王的《和弊梦》,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故事,而这样的故事从来就没有绝唱,只是后来演变成了财富的国异。 一刀穷,一刀富的真人真事,与赌石相生相伴,从远古走来,向未来走去,这是历史,也是韩规。 这注定是勇敢者的游戏,没有谁能为您保驾护航,全靠您的勇气、财运和经验。 您可以试,但劫垮了自刃,劫掌了自想,正是输也疯狂,赢也疯狂。 虽然翡翠的毛料赌石充满了风险和传奇,但制作成成品之后,对它的认识和选购却并不复杂。 就两个字,色,水,看颜色。 翡翠的颜色非常丰富,其中绿色是最贵的,因为绿色具有人们公认的美,但却十分稀少。 所以韩话说,点翠值千金。 一分绿,十分稀,稀在绿色。 在众多的绿色中,不偏黄,不偏蓝的正绿色叫正翠色,也叫祖母绿,其他的颜色都是上档次的颜色。 黄红色又叫翡翠色,它是帝王色或招财色。 紫色又叫春色,因为由老子贵人,子气东来的典故,所以又叫富贵色。 蓝色叫兰花翠,黑色叫墨翠。 所有这些颜色,都没有高低之分,完全就看自己的喜爱了。 如果同一件成品上同时带有几种颜色,价位就会高一些。 其中,墨翠还有特殊的变彩效应,顺光看是黑色的,透光看是绿色的,十分罕见奇特。 看水头就是看透明度,顺光看,看一看它的明亮程度和珠圆玉润的圆润程度。 也可以透光看,看一看光线能不能透过和透过的多少。 透明度常用对比的方法。 如果傲ni帮忙,这些颜色就有点 Novotir,口吼后也能看到的一个蓝色的褪当。 中,缠终的风筒也能能够动。